美食網民的真實晚餐 雖然身為一個美食網民 但其實不是餐餐都大魚大肉 廚藝都沒多高超 平時都是吃一餐 今天就來分享一下剛剛過了十月份 我煮過什麼的飯 和大家看一下美食網民究竟平時在家吃什麼 這叫做豐富一點的三碟菜 這碟是不是很成功的炸雞 因為太乾所以擠了大網醬去騙人 這碟雖然看不出 不過它是白飯魚煎蛋來 底下還要焦焦的 這碟就純粹是殺菜心 加點蠔油和現成炸陽蔥 其實這餐都一般 這碟因為魚太小又煮了三年 這碟就是之前跟大家說過那些 超級市場急凍魚仔 其實一餐只要有白飯和精魚我就好想滿足 這碟是不知為什麼這麼嫩黑的蕃茄炒蛋 跟著又來白煞菜 來排都是煮蠔油就算 這餐吃台灣半面 上面有膠炒的炒蛋 隨便煮熟就吃的脆肉瓜 幸好有CP問心雞翅餐一下場 如果不是會被人以為我騙家用 這餐又是吃現成的 是之前介紹過的CP7BB 泰式架子和五餐肉炒飯 還加了我最愛的菠蘿甘筍和芫荽 不過芫荽落得不夠多 但是這餐沒有碟菜不是很合格 因為之前那天炒剩半罐五餐肉 和半罐菠蘿 所以第二天又是炒同一個飯 不過就加多了些芫荽 用芫荽炒飯真的好嫩好味 另外今天又吃容易一點 不是搭麵醒的 隨便用鹽焗了兩塊青魚 其實跟現成的一樣很嫩 但是這餐又是沒有菜 這天就吃日本的國民家常菜 薯仔燉肉 重點不是豬肉 是我最愛的甘筍 另外隨便找附魚和蒜糕炒了 一餐 之後這天吃芝士白汁煮一碟 都是前一天用剩的洋蔥薯仔和甘筍 加了些豆角和沙門魚 醬汁其實是咖喱Ginny Friendly 找個美麵的碟妝碟頭飯 再搭多芝士又散點紫菜碎 是煮都沒感覺 接著這天吃麵 因為滑滑滑要吃兩個公仔麵才滿足 但是我又不想吃那麼多公仔麵 所以偷雞混了白色健康麵去塞大碗 他又不嫩過 因為我這碗太多芫荽 所以我都不太記得下面有什麼 都是我自愛的甘筍 再加些丸 和弄中有些未能吃完的豆角 之後這天吃西餐 是Forker茄汁螺絲粉 裡面有些洋蔥爛煙肉 另外還有一碟未吃完的豆角甘筍和薯仔 這餐終於吃了炸豆角 隨便放進焗爐就不理會 所以出來煌滑 還有一碟領麥翠雞翼 又是CB現成的 雪櫃沒有一兩包又怎樣吃 吃完西餐又回復平淡 又來一條正義加點花茄炒蛋 這次的色水正常很多 之後這天辦主台菜 你以為這都是滷肉嗎 其實它是可樂燜肉粒 黑冷到好像韓國炸醬一樣 這個白蛋餅的是之前Share過的印度煎餅 裡面夾著蛋、芝士、肉粟和大王醬 還有點少得芫荽 不過掛著做其他的塊餅滾了一點 搭多點白薩菜左右 這樣就一餐 這餐煮得好講 用了煮日式牛肉飯的方法來煮豬肉片 因為好想吃茄子又扔了茄子下去 其實味道不是好夾 跟著這刀鑊上的是芫荽煎蛋 又是不專心所以焦了 第一價 教訓對人類來說是沒意思的 因為前一天用剩下豬肉茄子和洋蔥 所以今天又炒賣一碟 隨便用麵豉炒 誰知道又真的蠻好吃的 另外這碟不用介紹了 蝦米水扮上湯泡泡泡泡菜 給麵豉茄子贏了 之後那天想吃番茄炒蛋又想吃蠔 所以變成番茄炒蛋酒蛋 然後拿了蛋去煎蠔 煮麵吃過的急凍蠔 當然還有多芫荽 又是甘筍薯仔加洋蔥的組合 加少許雞肉變成咖喱雞 還有叉燒炒蛋 今次就乖辣 雞蛋沒有焦 因為前一晚吃不太多咖喱和叉燒 所以今餐有加的咖喱 拿了叉燒和拍片用不完的蝦仁來炒飯 當然又是加完蝦炒 大條蒸魚 還有這碟其實是道具來 拍完片就吃來去 都是趕快炒一碟 免得劇透不說那麼多 完美這餐有麵豉茄豬肉 真是好吃到我覺得可以寫食譜 然後又有番茄炒蛋 因為每次問到嘟嘟想吃什麼 他都直接想到番茄炒蛋 值得的 好多人以為美食網民平時吃得好fancy 不過其實都是好膠 不如你們分享一下平時的家常小菜 讓我偷一招不花的炒蛋無痕碌 嘻嘻